今天7月23星期四 A股有技术上的突破 日中上证指数最高见过4133点 即是A股已经在技术上的反弹初步见过一个突破 而且上证指数也开始卖进另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的底部就是5月8日的低位4099点 框框的顶部就是4月28日高位5178点 由于国家队一直在护航 变了市况是在稳步当中一步一步十级而上 我相信最大的目的除了要维稳之外 亦都是针对新加坡的场外期指淡创 据民居有几十万张 当然迫到上四千多点再进一步向上走 如果一些低价做淡那些开始有压力的了 他不要回补的话 到最后再升的时间 在结算日只要输钱 越接近的月底 这个情况越是会明显的 不知道对不对 通常来说 我不理你外围的基金或者资金 看怎样做淡也好 如果你的对手是国家队的话 多数都是输的 因为第一 你又不能够冲击它的金融 那你在场外的衍生工具做事 那你也要跟回内地的指数 那做淡的不对版 你当然要把仓的了 对不对 所以A股经过一轮的大跌之后 由于上证指数已经漸漸升 升了7月8日的低位3373点 在技术上来说 已经是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反弹 但是如果你说太大的上升的空间 似乎来说看不到 第一 成交金额不是那么配合 第二 经过一轮的下跌之后 蒸发了财富 根本上是天文数字 就是说输了就已经是输了 就算他 譬如你拿了货 我当你4700 4800拿了货 跌到3500 33600 不是斩了仓 现在上了4000多 你已经斩了仓了 那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是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A股上升至于 其实不要抱太大的憧憬 但是呢 港股在A股逐步做好之下 其实也有一个上升的形态 恒生指数今天就 轻轻地有点点升 10天平均移动线 也都是咬着25500点左右的水平 事实上呢 整个月暂时的高位 仍然是2日的26459点 跌到8日的低位 22836点 是跌了3623点 由低位的反弹呢 技术上来说 已经是升上25634点 就是说市况已经有一小小的后抽 但是这个所谓的后抽呢 暂时来说呢 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而已 我不觉得一个升浪的开始 原因呢就是 整个大市的成交金额 真的不是那么足够 好像今天收市之后 只有798亿成交 似乎来说还是比较薄弱一些的 我们看看这个指数啦 收市的时间是25399点 就升了186点 成交金额呢 是798亿 直到现在呢 大市都处于一个反弹形态之中 不过这样啊 整个市的形态 即使是逐步向上走都好呢 都只是反弹而已 不应该是新的升浪的开始 所以高追的朋友呢 都要慎防一些 我都是担心 一旦完成了一个反弹之后呢 大市可能又会再反复的了 不排除呢 今个月8号的低位 22886点呢 是一个右脚 一个低位 未来呢 可能再要找一只左脚都不顶的 升了2798点的市况 你再追去的话呢 担心的幅度真的不是那么大 相反来说 如果高台拿了重货 上一阵跌下去呢 你不撤走的 现在反弹回到2798点了 需要略略减持呢 自己决定了 好了 电话在追我 要开会 今天就先说到这么多了